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出山的拉格也是因为死亡之翼容身上古之神集团首席执行官 作为长期效忠集团的分公司老板 拉格纳罗斯则率领了目光主力占据了暗语峡谷 清除了峡谷中盘踞的燃烧军团一路攻山一度打到了树下 他们的目标是烧毁世界之树诺达希尔 可依瑟拉竟然利用了死亡之翼造出的未面猎袭 复活了上古之战的伴神们 以及他的养子塞纳流斯 凯加尔之为解除 为了能彻底消灭阎魔之王的巨大威胁 联军最终决定进攻火焰之地 涌除后患 对于整个火焰之地 拉格纳罗斯和他的部下剧情就不多赘述了 毕竟大家熟得很 其实火焰之地有着别样的故事 曾经的大德鲁伊·范达尔鲁奎 当年的失踪过后 重逢之日 大家都未曾想到 他竟然会成为炎魔之王新的管理者 其实范达尔鲁奎的堕落 早在流沙之战就已经出现端倪 最大的原因还是他妻子 生前唯一留下的儿子战死在了这场战役 丧子之后的鲁奎愤怒地将流沙结账 打碎在了奇拉帝国的高墙面前 然后转身离去 并在心中种下了对世界憎恨的种子 范达尔鲁奎是马法里奥亲自培养的学生 而谁也想不到学生会想谋杀恩师 海加尔山圣战结束后 马法里奥进入了翡翠梦境 范达尔派人收集了大量的成光脉 制造出诅咒的毒药 撒在了马法里奥沉睡的身体之上 为了只是让他的恩师再也醒不过来 之后取代老师坐上了大德鲁伊的宝座 开始了他腐蚀世界之术的计划 仅仅是为了达成他和梦魇之王的邪恶交易 事事难料 最终他的邪恶计划还是被马法里奥给破坏 自己一赢的假儿子也被击碎 之后的生活 陆窥一直在监狱中度过 可就是大灾变兽人的野蛮政策 给了大德鲁伊内心最后一击 兽人进攻灰谷 并杀害了陆窥的孙女 断了他们家最后的血脉 这时候的陆窥彻底放弃了对世界的眷恋 正好配合着堕落的绿龙奥利瑟拉 戴上了自己的儿媳妇雷亚拉 一起效忠了拉格纳罗斯 雷亚拉是在进攻火焰之地的任务线出现 反复烧烤了大德鲁伊哈密尔弗文图腾 奥利瑟拉和范达尔路亏都已经抛弃了肉体 回归火焰 再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只是效忠拉格纳罗斯的走狗军环 火焰德鲁伊以及一只火鹰 却只成为了拉格纳罗斯的陪葬品 消失在火焰之地这元素未灭 我想整场火焰之地的战斗 唯一一个不留下遗憾倒下的boss 就是范达尔路亏了 其实对于路亏来讲 毁不毁灭世界又有什么区别呢 自己的儿子 妻子 孙女都已经失去 自己的事业也不复存在 人世间又还有什么可以眷恋呢 当他平淡地接受炎魔之王的火焰 成为了新管理者之时 我想原先暗夜精灵的大德鲁伊 已经死了 他平淡地接受的死亡 不再期待艾泽拉斯 能再给他带来什么惊喜 反观炎魔之王拉格纳罗斯 一心想把艾泽拉斯 变成汪洋火海 大灾变也是转头死亡之意 誓言要点燃世界之术 却被一般大神和众多等着 发尸体的脚男们 逼得漩涡裙子都脱了 三脚裤一套直接和众人干了起来 结果还是不敌众人的围堵 最终吊爆了的火元素领主 消散在了自己的老巢中心 元素领主的地位 也等着被自己的小弟所取代 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那这一期的魔兽世界 副本背景故事 火焰之地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一直以来大家对我的支持 那下一期正式开始大灾变的终结故事 那先到这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